大家好 上一期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多磨藏口 是龙肯的多磨藏口 然后现在呢 这一期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叫凯苏藏口 一个凯苏藏口 也是龙肯的一个小藏口 这个藏口呢 位于多磨的 西北不足 两公里之处 他的发现人是一个叫 凯苏的一个人 所以说 从此是一种偶然 所以说这个藏口呢 命名为 凯苏藏口 这个藏口呢是充满一个 床起色彩的 因为此处呢 去的是坎迪的必经之路 起在路边呢 有一个大石头 长期以来呢 不知道有多少人路过 来来往往的行人中 竟无一个人 识别这个玉石的 庐藏真命目 后来有一个凯苏的兄弟 他们路过此处呢 当时呢也感觉很寂寞 他就没事 在敲打着这块大石头 然后以解梦 以解梦 然后不知道 这无意至今的 一个举动 使玉石呢 信出了一个圆形啊 在大石头的 敲口处 居然发起那个玉字呢 不错 于是呢 凯苏呢 他就跟他的兄弟呢 就并将这个 石头敲下来碎石 拿到市场上去售卖 居然能卖个好价钱 消息呢 就是不敬而走 谁知呢 众人呢 才育人呢 就蜂拥而至 从此呢 就揭开了 这个凯苏厂口的开幕 这个厂口呢 怎么讲呢 凯苏呢 他的那个玉呢 是属于原生 原生玉盈 玉体呢 比较也是比较大 他也是需要爆破取料 玉字呢 跟多莫 藏口的比较相似 他呢 也是白底色花 底藏好坏呢 玉树呢 比较大 相差比较大 他有画底 有缝底 都有 色彩呢 也很丰富 从豆绿到黄羊绿 皆有 但是毛病 瑕疵呢 比较多 由于玉制的结构 比较松 有的玉料 出土的时间一长 它的嘴头就会变干 色彩也会变得比较暗淡 这种我们称之为新肠 新肠的料里面有好多的色 时间一久 它的水头慢慢变干以后呢 它的色也会慢慢慢慢的变 越变越淡 所以说 这两个藏口 我们讲的是 也是属于新肠 新肠料 这一期呢 我讲的是凯苏藏口 谢谢大家 这一期呢 新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订阅 谢谢光注 在评论区评论 谢谢 谢谢各位